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弟弟 我们之前看了燕麦工作室第一卷中的《何泽一种》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燕麦工作室第一卷中的《拉卡》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介绍了一下世界观 时间2020年 地点德克萨斯 一群长得像蜥蜴的外星人侵入了地球 他们用冲击波攻击城市高楼 建了许多会喷出甲烷的建筑 种植外星植物扼杀了地球上的生物 升高全球气温 使城市被洪水淹没 同时他们发动战争 烧掉了森林 人类连呼吸都成了困难的事 只要和外星人对视 人类就会被他们侵入心灵和精神 控制大脑和大脑边缘的系统 外星人奴役人类 夺走了人类的文明 用反抗者的尸体覆盖在文明建筑之上 用人类作为代理孵化小外星人的工具 曾诛到世界的人类最终沦为阶下囚 如今活得连蛆虫都不如 地球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 幸存者们为抵抗外星人而聚集在一起 为了不受外星人控制 人类设计了大脑屏障 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做斗争 外星人俘获了幸存者中的一员 在她的脑袋里植入了洗脑言论 压着她去到幸存者的区域 试图劝说幸存者们放下武器 跟她一起去到外星人为他们建造的保护区 一个人类女孩跑了出来 说要和她一起去保护区 而她的手里紧紧拽着的是一枚炸弹 但外星人一眼识破将她处死 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幸存者们看见 幸存者诺石悄悄按动手中的控制开关 埋在外星人脚下的炸弹就此炸开 诺石曾是个纵火狂和炸弹制造者 在原本的世界里他就是个阶下球 但在新世界里 诺石凭借这些技能活了下来 大脑屏障器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反抗组织领袖邀请诺石加入他们 却被诺石拒绝了 诺石十分享受如今没有牢狱的日子 如果帮反抗组织打败了外星人 那他岂不是又要被关起来 为此诺石向反抗组织提出要求 要了一些有病的人来换取他的火药 这种在和平时代很荒唐的事 却在如今腐坏的世界被组织领袖同意了 而诺石也成为反抗者中的先驱 幸存者们捡起外星人破碎的肢体狂欢 即使是小小的胜利 也足够支撑人类继续战斗 然而很快他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外星人很快就突袭了幸存者 他们要为小小的胜利付出最大的代价 人类即将灭亡 反抗组织很快发现了另一个幸存者 埃米尔 埃米尔是在外星人的某次人体实验中 被抛弃的废品 他的头上和身上插满了外星人的实验器材 他在实验室看到了人类的未来 但人类最后是否走向了灭亡 我们不得而知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这一卷主要是介绍了世界观和主要人物 世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结局 到底人类结局如何 这个还得等我们的导演继续出第二卷才可得知 而导演为何将片名取为拉卡呢 这个或许可以解读一下 其实在现实世界中 拉卡是位于叙利亚中北部的一个城市省会 也是叙利亚的第六大城市 在长达数年里成为了极端组织IS的首都 2017年拉卡被解散 所以人间炼狱绝不是只在电影中存在 现实往往更为残酷 而电影明是否也在预示 人类会和拉卡一样最终被救赎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